到了南宋的时候 包拯已经成为一个 明察秋毫的象征 就是包拯被认为是一个 非常能够明察秋毫 而且能够平反冤狱的人 南宋有一个叫化岳的人 这个人是个武学生 化岳呢被人诬陷下狱 在狱中的化岳就曾经写诗 他曾经这样说 自恨不逢包孝素 此身拿许报平安 什么意思呢 孝素就是包拯的嗜好 他死了之后 朝廷给他的两个字的 最终的大观论定的 最简洁的评语孝素 南宋的受了冤屈的 武学生化岳说 我可恨了 我就现在就 就感到遗恨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碰不到一个包孝素 碰不到一个包拯 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碰到 能不能遇到那个 为我洗血冤情的 明察秋毫的法官 我碰不到包拯 包孝素这样明察秋毫的大法官 那么也许我的冤屈 无法得到洗血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 化岳是把包拯当作 明察秋毫的法官的象征 这已经有了后世那个包青天 包龙图的影子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